Derek,腿軟了 腿軟了 腿軟了 那一定會鬆軟了 鬆軟了 材料也有很多 對 我們今天做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沙律 西瓜沙律 配一些松葉牌 有番紅花 還有車尼茄,可稱領芋露辣椒 你在做甚麼?悶空 你在搗那些… 河魚? 看到有個綜號 對 當然要搗一搗 厲害… 辣椒不想吃辣,切一半就夠了 然後繼續放進去 好 好 對 洋蔥就四分之一 切絲了,放進去比較容易 好,四分之一就夠了 四分之一就夠了 這些番紅花要浸泡大約10分鐘 現在我們用熱水放進去 這次Derek用到番紅花 我們中座真的很少用 我們西餐也會用的,主要用顏色 其實幾條已經很出色 不過人父要小心 因為牠很活血 所以吃早上有機會有點危險 所以我們在西餐時 知道那碟菜有這個菜式 所有女士都會提提提,一定要 我又放進去 好,麻煩你 怎麼會保持海鮮的鮮味呢 就是飛水的過程中 熱水先倒一些醋 好 倒一些醋 然後放一些糖 千萬不要放鹽 很多人以為放完是保住海鮮的鮮味 其實不會的,牠就會越來越鹹 是 所以我們就放糖 糖醋 糖醋 然後用松葉派來飛水 然後浸冰 好 Viu,你有那種小妻的手勢 可以嗎 需要再多薄荷葉嗎 當然要,說話比較好 對,草的顏色就更漂亮了 對… 我們就開始倒蟹了 對… 好,蟹今天很漂亮,很新鮮 好 煮好了 好,差不多了 做了三十秒 好,那我還有什麼可以幫你 還要麻煩你這個切一半 切一半 然後把醬汁倒進去 把醬汁倒進去 對 把醬餅給我們兩隻還是一隻 兩隻,讓它比較酸 好 好,那我們就浸冰水了 好,浸冰水讓它爽一爽 好,我先說 其實蟹有很多選擇 就算你用一些花蟹、南花蟹 然後那些十字蟹、海蟹就可以了 其實… 如果你們本身在馬來西亞 你們用什麼蟹? 我們那裡的南花蟹其實挺有名的 南花蟹很鮮甜 對,很鮮甜 很鮮甜 對 大隻的比較…罕幼一點 大多數都是中的 因為可能海產那裡有時候 可能要大隻的 就要去找熟悉的漁夫才能拿到貨 漁夫之寶 對 聽來聽,我們又一開四 好 好,我現在放了一隻半的青檸 那我要放魚露 放魚露 放多少左右 放一半就夠了 一半 好,我先放一個匙巾 是 待會兒,花蟹的水就倒進去 倒進去 這些很流氓的感覺 對 真的好像馬來西亞旅行、泰國 那種感覺 很清新的,其實還可以的 先放進去 我們現在先放一杯花蟹的水 外籍人,波斯人也是用這隻的 替身 替身 對,替身肉,用竹肉 好,來吧 好 這些就叫神仙水 真的神仙水 你又搞定了嗎 這個又如何搞 這個,開頭開尾切36塊 可以嗎 你考我的數目 好… 我只可以幫你做到開頭開尾 好…其他人我幫你 好,怎樣分開,漂亮嗎 你看紋 紋上要說很深色的回應 皮薄通常敲進去… 敲進去… 即是…那個叫甚麼 聲音… 清脆一點… 好,來吧 36塊,看看你如何開36塊 36塊 首先,這個 1、2只有8,8、2只有16 36塊 好 這個先放在大碟 這樣就是36塊嗎 不是… 是裝飾來的 對 首先開了2塊 是 我已經想吃西瓜 這隻很甜 我聞到香味 是 這裡就是6塊 9塊,12塊 算了多少?28塊 立即忘記了 32… 36塊… 這些拿去攪拌西瓜汁 沒所謂的 我們就跟那些… 車尼茄,是嗎 先拌在一起的醬汁 好,先拌下去拌 其實馬來西亞有出產西瓜 當地人有時候 夏天的時候想做沙律 就會說… 做一個叫賈拉姆的西瓜沙律 西瓜沙律是配什麼的? 配… 都是辣椒 然後又放一些魚露 有吉仔汁或者青檸汁 然後用香草拌來吃 然後也是蟹和海鮮 對… 有時候有些人喜歡吃爽攤 剛才的蟹,先吃一滴水 這些蟹放在這裡 這個很適合一家人 開飯吃泡妃一樣 太好了 好 Derek,萬歲 我們再…剛才有剩的醬汁 馬來西亞 我們就放回去 放在蟹那裡 好,剛才的番紅花 八條… 八條有了,很多… 真是頭暈身慶了,吃了 對,不要多了 這裡有多少?三條 三條?不,兩條而已 多少三條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了,對嗎? 八個了 在聖雷不及掩耳 我沒有眼花… 好,這樣就完成了 立即活靈活現 大功告成 我想馬上試試 好,請… 好,一、三條 就好,這樣… 太好了… 太好了… 扯衍鬼 紅藥 紅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